杨先生和教权 有个人会追究的 杨先生和教权 杨先生和教权 现在那么早了 你们就是说支持董先生 会不会给你们的警觉 就是内定了 去硬殿了 董先生呢 杨先生和教权 杨先生和教权 没有任何的意思 还是按照香港的 按照基本法 按照选举的法 你剛才也問我啊,我可以回那邊去,你可有報告,你們也不高興,我怎麼辦? 我講的意思不是,我是千點啊,幫下人,你問我不支持,支持不支持,我說支持,我就沒求給你告訴你。 你們啊,我感覺你們新聞界還要學習一個,你們非常熟悉西方這套魅力,你們畢竟還too young,明白這意思嗎? 我告訴你們,我是神經百戰,見得多了,西方在哪個國家我沒去過? 美其他們,你們也知道,美國的華萊斯,那比你們不知道高到哪裏去了。 我給他談笑風聲。 所以說美其啊,那還是要提高自己的支持嘴邊。 我給你們著急啊,真的,你們我以為偏定,你們有一個好, 全世界跑到什麼地方,你們其他的西方地方,跑得還好。 但是呢,問來問去的問題啊,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懂了沒有? 那這樣就行,你覺得。 但是能不能說一下,為什麼? 我很抱歉,我今天是作為一個長者,給你們講講,我不是行文工作者, 但是我見得太多了,我有這個必要,我告訴你們一點,人生的經驗。 這是能不能說一下,為什麼? 那行,大家行,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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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你們,我就講,中國有句話叫,悶聲大發財, 我叫什麼話? 這是最好的,但是我想,我見到你們這樣熱情啊, 一句话不说也不好 所以你刚才你一定要 在宣传上将来如果你们报道上 有偏差你们要负责 我没有说要亲定 没有任何这个意思 但是你问 你一定要非得要问我 董先生支持不支持 我们不支持他 他现在当特首我们怎么都不支持他 但是如果说你还见呢